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嗨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歡迎來到 信長 只約望 我是洛波 這周更新完了 很快 十一點多就更新完了 本周 這個 陰吹雪的活動 冰花的活動 趕快換一換 已經不能 已經不能再打片了 把你的片換成點數趕快把 你要換東西換一換 我後來發現要十幾萬 很難打 我後來發現基本上要零的話大概要十幾萬 我這次也沒有打到 又浪費了 沒關係我們來看這個 本週的一個小活動叫做 武士小丁的 他這個叫做什麼 說服詭異的花 其實很簡單 他講什麼話就講好聽話給他 聽就對了 你問他什麼話 講好聽話就對了 說服人家 來參加 參加之後可以得到一個武士是證 這個活動先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說服十次 每說服一次他就會給你一個道具 當然會給一個鈴鐺 就是調一個鈴鐺 這小活動 小活動都是這樣 滿十次 就做滿十次 然後再來呢 總體再給 就是說 參與活動者達到一萬兩千五 就再給一個鈴鐺 就變成說這個參與數 大家參與數多參與 就是你多說不幾次 因為他這個一定抓在總能數以上 所以變成說你變成一個人 你如果玩十次 一定是不夠的啦 如果五百個人玩十次 就是五千而已啊 對不對 那這個遊戲到底有多少人 那你至少要 兩倍或三倍嘛 對不對 所以大家如果說發現這個總時數 拉不起啊 就多玩幾次啦 超過十次也可以啦 不如說每個人就玩個二十次也沒關係 有看到就講一下這樣也是可以啦 但是你要變身 你要變身 然後再來你的說服成功次數越多 當然 會配合狀態的 條件加長 譬如說你打 這個爬樓啊 打怪物啊 給的99力的經驗值啊 磨倒力啊 做磨倒力 做99力 然後打怪物 然後爬樓的信賴值 可以比較多 就是活動啦 那再來最有趣的是這個地方 就是說 從今天開始 參與某些活動 他會送一個東西叫武士之鎮 這個武士之鎮不要丟掉 你放在身上 放在藏口 就是說 這個武士之鎮 在9月之後的 某個活動 就是 他可能會有一些活動 然後就會 發現有這個所謂的 配換東西的地方 那 他裡面可能會搭配 這個武士之鎮配換的東西 基本上就這裡了 所以你要把它存起來 到時候可以換這樣子 其實這個東西 你如果有注意看的話 他就是在 長期的那個 長期的那個 這個啦 長期活動裡面 這裡 如果你有注意看的話 長期霸獎活動啦 長期霸獎活動裡面 就有這些東西啦 好 你們看到 長期霸獎活動裡面 就有這些東西啦 什麼貓兒的球啊 什麼 那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 大家就是 參加嘛 然後就可以 換鈴鐺這樣子 那我現在 操作給大家看一下 好要先 變身啦 變身 來 變身喔 要十次 變身 變身 好 那就變成這樣子了 對不對 那你的 情報體驗 你可以看到 這裡 說服鬼異的話 至少要十次嘛 我們就先示範十次給大家看 那當然 建議大家多說服幾次 來 來 你要變成這個型態 然後再去做對話 那如果對話成功呢 形態不變 如果對話失敗呢 他就會把你打回原型 再來變身 這個 這叫詭異的話啦 欸 失敗了 這樣就沒有用了 對話錯了 就失敗了 好 然後再一次 變身 OK 好 然後再來再跟他講話 不要太快 他有對話的 來看他在講什麼 我的花瓣啦 空中飛翔 來來來來來 哇 這個 就打 欸是的 不要打那些很奇怪的東西 一個 然後呢 他有一個 條件 就是說 他在安土出現的位置 他在安土出現的位置 譬如說在這邊 在中央廣塔 在這邊 在走到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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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可以 就順著這個位置 去輪流講話 但是 你要隔三個 才可以再跟同一個講話 你懂我意思嗎 譬如說 A B C D E F 那你 A對完 B對完 C對完 D對完的時候 你不用跑去 E 你可以直接回去跟A 好 中間隔三個 就可以又重複了 好 現在 對話都是這樣 如此 最美麗呢 好好好 還有很多美景 馬上就可以了 有個兩次了 然後我們就 繞繞繞 好來這邊 這邊一個 衝緊 不順利 好寂寞 那故鄉最好嗎 回去故鄉 應該還有一個 來 活著 常常正正的活著 很好喔 繼續努力 他講好聽話 他就出去了 然後再繼續翻譯另外一個地方 飄飄飄飄飄 飄飄飄 bi 飄飄飄 有沒有 這裡 好 就是他活動的點 這次是安徒最美的花呢,是你 飄飄飄飄,飄回去 這裡沒有,飄 飄到正中央了,這裡有沒有 有了,這裡一個 一顆櫻花樹是詭異的花,詭異的遊戲,詭異的花,不然有鈴鐺拿,都可以啊 飄,飄一圈就對了啦 大家重播第二次的時候,這裡有一個 公眾不認,互相才是最好的地方 裡面好像沒有 喔,裡面好像沒有 記得,記得裡面沒有,剛剛有繞一次 從這邊回去,來這邊有一個 全天象最美,還有很多美景啊 好,這裡還有一個 就這幾條大道 互相才是最好的地方啊 他這次對話有點少,我記得之前也有跟花對話過的 他的種類比較多 喔,他的對話種類比較多 這邊沒有,好,那就是大 大馬路由 來,這裡 4R回憶的話 繼續努力 好,那以前對話有種類比較多 然後又回來正中央齁 那我們剛剛是不是有對話過了 對,有對話過了,我們就可以再對話一次 已經繞一圈了嘛 來,還有很多美景喔 回憶的話 繼續努力 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次數啊 好,看一下次數 十二次 那已經超過十次了,所以我們就可以來 這個,個人的基本獎 好 好 好,零檔了齁 那至於團體獎應該現在次數還不夠齁 團體獎你可以在本週的最後一天 這應該是週任務吧 印象中這是週任務啦 我們來看一下 恩 可以的話 活動期間 好 好 允許 他沒有講時間勒 他沒有講時間勒 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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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事之政 他沒有講時間勒 通常這種活動都是一週啦 一週 週間活動 週間活動 所以 你就是趕快這個禮拜把它弄一弄就對了 然後在下個禮拜更新之前 就把那個 團體獎給010 團體獎給010 團體獎再010 這樣子 7月24 對啦 這裡 7月24 不是啦齁 好 好 那我覺得他 這個五事之政 他會特別提應該是 之後的每個禮拜可能都會有小活動吧 然後他就會一直送這個五事之政出來 那你就可以 換東西 那現在7月24之後就是8月了 然後到9月之後喔 所以變成說 8月他有4個禮拜嘛 也許他有至少10次的機會 我覺得 他還是會破洞 不然他不會特別去搞什麼東西 那就不要丟掉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禮拜我這隻有 我沒有那個啦 我沒有打打好 刷的目標齁 因為我都在刷龍 刷迷宮齁 迷宮 我發現 其實 夢幻城 給那個騙數 會比迷宮好很多 來我換春櫻寶箱而已啦 我沒有去換鬼神石 我們來看這三個春櫻寶箱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春櫻寶箱 就這裡啦 反正這把還是必定拿到的 然後面的話這些就是 隨機啦 那如果說有抽到就當然最好 因為我沒有去換一個要五萬 其他這邊 還有九九粒 一個淘金的 還有賦與石喔 抽還可以抽 抽賦與石 還有水晶石 水晶石三種 好 那我們就來抽看看啦 寶箱 我只打開一個 開 抽到水晶原石 抽到水晶原石 我們來看 一個裡面有什麼 抽到水晶原石 抽到水晶原石 其他都必中啦 還好 要把它吃一吃好了 要把它吃一吃好了 有人說這些點數沒有用 這些點數其實很有用喔 到時候可以到那個 道場巡禮啊 上級道場巡禮去換東西 譬如說換九九粒 還有神器畫符耶 布武樹狀 這是布武戰功的 一個神器畫符 這都是小道具 原石開 紅水晶 紅水晶就比較差 黃水晶比較好 鈴鐺存起來 這個存起來 然後 純水晶 然後這裡有水晶 紅水晶喔 純 沒有位置 來 把這個 東西拿出來 下夜經驗 白衣斷 七十二軍 好 好 把白衣服石子拿穿好了 把紅色晶放進去 然後 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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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來 再來開第二個 再 開 看一下開到什麼 這裡 哇 這是最糟糕的啦 這是最糟糕的啦 百分之百都出了 其他 其他沒有百分之百都沒出了 那如果說你 能夠換到十個 二十個 去換 大概是最好的啦 好啦這禮拜 這個 前兩天 川普 愛了一槍 沒死 插過耳朵 運氣非常的好 所以昨天晚上美股 長了七百倍 可是台灣沒有反應 我覺得晚一點 我覺得晚一點 因為他宣布的那個副總統 很不錯的角色 而且又年輕 所以整個 美國時期大陣 對 好 再來 來 春陰寶箱 第三個 開 喔 開到一個 陰吹雪啦 因為這個 這個寶箱是 一萬五 一萬五千點 但是這個 陰吹雪 這一顆就只三萬 只五萬了 賺 賺到 賺到啦 貪掉 那如果說你今天 這些石頭你要用在哪裡呢 譬如說 陰吹雪他是 是加智力106 加智力106的話 你就要看你的音節 我之前講的就是說音節路有突破 要有突破啦 音節有突破 你就可以 在他的身上 安裝回生石 來提高他的數字 那像我明治光秀這個 他身上的回生石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 我今天要再拉到他的字 那我可以把其中一個 再換成字的 譬如說把 字字波紋拿掉 再換一個 剛剛那個淘金的進去 可是字字波紋本身也是加智 也是加智 你看這個生命的智力 這個是生命力四項 這個是生命力魅力智力 智力魅力 這是魅力智力 應該就是要拿掉字字波紋 可是呢 字字波紋本身也有 不知道是50點還是多少點 可以自己試一下 自己做到字字波紋 然後看一下那個數字 如果你覺得不划算 如果你覺得不划算 其實你看 沒有看到 我這裡面還有另外一隻啊 我要自製細波 自製波紋 自製波紋 那我可以自製波紋 拉上來用 我這個自製細波 這個可以換 我沒有換到 這個可以再換上來 那如果說 如果說 我今天 他的 突破是 他的突破是 兩個 他可以用四個 那我其實可以把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顆啊 我再補塞 把這一顆抽出來 再補一個 剛剛那個鬼神石進來 就變成說 我可以把那一個 利用換位置的方式 把它換到前面來 換到 自製細波這邊來 他等於說 我這個 540的部分 可以再加上去 這樣子 好像這個是 自製靈光 四元奔流給兩個 他就吃掉了 他後面用不到 自然我已經給了 可是他用不到 所以我會建議你 就是 你去看你的 看你的 像這個 有沒有看到 字 可是他命之細波 這個就沒有用了 可以把它再塞一個字的 淘進進來 就可以在390上面再加上去 那你注意啊 就是要主要看你的這個 老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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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要 列入你的老師團 盡可能去 對你身上的老師團 有突破的角色 做鬼神石的調整 就像這一隻 蒼信 智力上面提到7 然後你看他的鬼神石 你看到 命的波紋 輕的波紋 輕的波動 那其實 我如果要讓他的 這個智力再高一點 其實也是可以 我把這個 輕的波動 或者是命的波紋 拿掉 兩個其他就拿掉 在賽剛剛抽到哪一個 這樣子 他的700 就變800 就看你的老師團 那你會說 昌性那個不好 那我毛利援救這個更好啊 5 5 5 或者是 這個 5 上升 他是上升 這是 上升率 上升是 上升是 直接的嘛 上升率是 可能性的 率 比例 他這是 直接上升 上升 所以你要看 哪一個 說明是 你要的 上升是 直接量增加 啊 率是 一定比例增加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呢 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應該是要 因為這個有4突破 所以我用這一隻 那如果沒有4突破 我就不要用這一隻啊 對不對 對 你用主動半兵位 可是他沒有突破啊 鬼神石沒有效 鬼神石在身上沒有效 鬼神石在身上沒有效 所以你還是要注意一下 鬼神石 要用在誰身上 要死 休息 休息 好 這是萬利的 這是萬利的 好萬利的 好這是萬利的 好 所以你在調整你的老師團的時候 你還是要注意 可以啦 其實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修正這一顆 或是這一顆啦 可能都陣線這一顆 所以你看啊 你至少要4個老師嘛 1 2 3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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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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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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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分享的數值給你的這個角色就越高了 那如果說這一顆我要來改的話 我就可以去改掉這個命之細波 把命之細波拿掉或者是把紅色汁水這個先拿掉 然後再調一下位置拿到前面來 看一下我有沒有虛空直接試給大家看好了 變回原來的樣子 看我有沒有虛空 虛空虛空 那我剛講的那些點數可以在二樓這邊畫虛空 我現在在這邊找一下鬼神進化石 鬼神進化石要拿出來 那我還要一顆虛空 看我這邊沒有存 既成 虛空沒有留 要換 好了這邊換 這邊有虛空 拿一顆就可以了 不武軍攻撞 剛剛有要不武軍攻撞 虛空 四千點 到 換一個 換一個 好 然後呢 去二樓 那如果說你有花那個五萬點去換出來的鬼神石的話 我有另外一隻有 換了兩個 就可以做兩次的動作 可是你要記得先換虛空 用虛空 那像剛剛我們有講 就是 有兩個作法 一個就是抽掉真田昌星的 一個就是抽掉 這個 本多陣性的 抽掉本多陣性的 或者是抽掉真田昌星的 好 把青之波紋拿掉這樣子 或者是 小早串龍井 這已經用兩個 淘金了啦 其實他如果再突破 我才會考慮再用 因為他 應該是抽這個啦 本多陣性的 把紅之汁水拿掉 好那我們把本多陣性抽出來 來這樣喔 抽出 本多陣性 這一顆 來看一下本多陣性這一顆 抽出來是5喔 架5 抽出來 抽出來了 然後呢 因為這是 智力的嘛 所以我們可以先把它刪除 先進化石 這一顆 5的 比如說把紅之汁水 拿掉 然後5的拿掉 拿掉 ok 好 然後再賦給他 合成 5級 吃5級 這個是5級 5級 5級的 吃 這顆 也是5級的 看一下總共發現幾個 123 4 5 6 7 5級 吃5級基本上是寶八 但是因為我總 因為我剛剛有砍荒素嘛 總荒素 只有7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99力 這裡寫D 你合下去就不見了喔 但是在鬼神使 沒有這種事齁 鬼神使就是寶 就是 寶進來 哪怕是D 還是給你寶進來 好 寶進來 有看到 所以價值 決定總方數 然後在合的時候 你的 荒荒的 數量跟總方數 是 不合的 它就全吃 好 然後我們來做刪除的動作 不是刪除啦 排序的動作 因為我們的突破只有 前四個 然後我們把它刪一下 好這裡 我們把 因為它只用到四個嘛 我們把鷹吹雪 刪到最前面 然後把靈光刪到最前面 然後波動波動 好 有沒有看到 1 2 3 4 好 5 6 7 8 這樣子 好 前面四個 它有突破嘛 所以就吃得到 全部自立 好 全部自立 OK 然後我們再賦予它 把它賦回去 好 好 變成550了 本兜陣線 那為什麼不付給別人 啊可是 我目前就有本兜陣線好一點啦 你毛利田舊它沒有突破啊 沒有突破 沒有屁用的 下山攻擊它只有突破一次啦 你說要突破 用這一個 其實騰效也是可以啦 騰效也是可以 沒有 沒有那麼好 感覺起來是魅力好一點 好沒關係 我們就用本兜陣線了 本兜陣線它是4 3啦 因為隨時你只要有 虛空就可以抽出來 所以沒有關係 就可以進去 好就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鬼人石隨時可以去調整 哇 變第二高了 變第二高了 還帶喔 屬性值 那如果說 這次的音吹雪裡面 還有另外一顆自立的 那如果說我也有拿到的話 另外一個強射那邊有兩顆的話 我們可以把自製波紋 丟到 丟到後面來 然後再把那個淘金的 再排進來 那就等於說 就吃1 2 3 10 就有三個淘金 然後那個再加 150還是60 就加進來 那是加姿妹的 就變成600多了 這樣子 好 還是要突破啦 有突破才好翻式 沒有突破不好翻式 呵呵呵 就是這樣慢慢的去 把你的 這個 老師團給 拉上來 拉上來 除了運城條件要好 突破 突破才最重要的啦 那如果說你能夠課金的 當然就是 用比較好的角色 就是 運城條件比較好的角色 然後去 課金讓他突破 然後突破之後呢 再給他 安排好一點的鬼神石 尤其是那種 八個淘金 全部就加在你頭的屬性 這樣就很漂亮了 這樣就很漂亮了 那當然就是 蒙星或者是 不課金的 你就是要時間 要時間 參與這些活動 來累積你的物資 去調整 去 足以的需求 慢慢的 這個 加乘的訓練 素質就會 拉上來 那因為像現在的話 其實我現在沒有很強 那 大佬他逼我用獅子打 有啦 效果好很多 主要是因為我有一隻佐竹 你看我佐竹其實也不是很高 那為什麼不再放高一點 其實我還在訓練 我還在訓練佐竹 所以你也知道這個玩意 大概做到四千多 四千多 四千二 二三 二二 四千兩百多左右 就變成說 如果今天 今天 新改版的 新改版的裝 要改成 這個 神器石兩個洞 那如果說是 頭跟身體兩個洞 就等於有多兩個 多兩個 多兩個 可以賽 賽一神器石 那就變成說 一個如果是一二五的話 兩個就變成 二五五 就二五五了 當然本身沒有到二五五 那二五五再加二五五 就等於是五百頭了 喔 五一四啦 五二零 欸 多少二五加二五 反正就是五百啦 五百以上 那五百以上的話 我們打個七 七八折嘛 武器戰術 就大概 三十百左右 因為不可能說 兩顆都是業務 那因為 目前的刀的話 如果他也是開放 兩個洞的 那就厲害了 那就厲害了 那就等於有多五百了 所以 整個 你要把數值 以目前的狀態來講 單項搭建已經很多人可以做到 尤其是有課金的角色 有課金的角色 所以他們現在都來拚雙條件 比如說 晚力加零強 或者是晚力再加屬性 譬如說 智力再加圖 或者是 智學圖 或者智圖 智圖 這樣子 兩屬性 再加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 換裝之後 換裝 有可能 我覺得有可能 暑假就換了 就是 大概版 日本已經大概版了 台灣大概不知道 拖多久 也許一個月 也許個八月 九月也許就上了 好 沒關係 反正 暫時 我先不對加成的衣服 動手就好 我準備換新的衣服 自己做了 那如果說你今天 這個 想要用買的 也是可以的 因為很多 這個世代 現在這個世代 不是下一個世代 下一個世代是改版 現在這個世代的衣服 有很多可能 大佬 會吐出來 因為 要改版了 舊裝可能會賣不掉 或者是 舊裝不穿了 不用了 會不會送出來 或者是 賣出來 那如果說 你今天 想要解釋一下的話 也行 我給你配件 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黑色的情況 或者是有些人會喊 有些人會喊 這樣子 好 那我是老公 歡迎來到下集再見 拜拜